山谷里有三个饲养厂 三个饲养厂的厂主经营得不错 他们呀都是有钱人 但是也都是卑鄙龌龊的家伙 他们三个简直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 他们的名字是伯吉斯、邦斯和比恩 伯吉斯是养鸡场的厂主 他养了好几千只鸡 他胖得出奇 这是因为他一日三餐要吃三只盖着厚厚一层水果布丁的水煮鸡 邦斯是鸭鹅饲养厂的厂主 他养了好几千只的鸭子和鹅 他是一个大富翩翩的小矮个儿 他长得很矮 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游泳池的潜水区的一端 他的下巴呀都会在水面以下 他吃的东西是炸面圈和鹅肝 他把鹅肝会捣成令人恶心的糊糊 然后把它们塞进面包圈里 尝吃这样的东西 他便肚子疼痛 性情暴躁 比恩是火鸡饲养厂和苹果园的主人 他在一个长满了苹果的园子里养了好几千只火鸡 他根本就不吃什么东西 而是饮用大量的烈性苹果酒 这种酒啊 是他用自己苹果园里的苹果酿制的 比恩瘦得像一支铅笔 但是在他们三个人当中 比恩要算是最聪明的一个了 附近的孩子们见到他们的时候 常常会唱起一支儿歌 比恩邦斯伯吉斯 一瘦一矮一胖子 三个坏蛋真是坏 魔药虽然不一样 没有一个不贪财 在山谷上方的小山上 有一片树林 树林里有一棵大树 树下面有一个洞 洞里面住着狐狸先生 狐狸太太 还有他们的四只可爱的小狐狸 每天晚上天一黑 狐狸先生就会对自己的太太说 啊亲爱的 这一次要吃什么呀 是从伯吉斯那儿搞支肥鸡呢 还是从邦斯那儿弄支鸭子 或者鹅 要不然就是从别的那儿 搞一支美味的火鸡回来 狐狸太太 把自己想吃的东西告诉他之后 狐狸先生便会盛着夜幕 悄悄地溜进山谷 去随意取货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 对所发生的事情很清楚 这使他们气得简直要发疯 他们可不是那种宽宏大量的人 从他们那儿拿走任何一点东西 他们都是极不愿意的 于是 每天晚上 他们三个人都各自带着猎枪 躲在自己饲养场的某个黑暗的地方 希望能抓到这个窃贼 不过 对他们来说 狐狸先生简直是太聪明了 他在接近饲养场的时候 总是逆风而行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潜伏在他的前面的暗处 那风就会把这个人的气味 带到与他相距还很远的狐狸先生的鼻子里 这样 如果伯吉斯先生躲在他的一号鸡舍的后面 狐狸先生便能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他的气味 于是他会迅速改变前进方向 朝位于养鸡场另一端的次号鸡舍奔去 那个不要脸的畜生又来了 真该死 伯吉斯总是这么大声叫道 但愿我能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给扯出来 我一定得把他干掉 伯吉斯显然生气极了 可是怎么干呢 帮死比恩 你们告诉我 怎样才能逮住这个家伙 比恩用中指优雅地挖了挖他的鼻子 我倒是有个计划 邦斯说 你从来都没有过什么像样的计划吧 闭嘴 听着 明天晚上 我们都躲在狐狸柱的那个洞的外面 我们一直等到他出来 然后 砰 砰 砰 听到这儿 邦斯说道 哦 我们要急了 但是我们要首先找到那个洞才行啊 亲爱的邦斯 我已经找到他了 诡计多端的比恩接着说道 他就在山上的树林里 位于一棵大树的下面 看样子 狐狸先生的一家 该遇上麻烦了 在树林里 在那棵大树下面 狐狸先生正对他的太太说 诶 亲爱的 我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我想咱们今晚就吃鸭子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弄两只肥鸭来 咱们两个吃一只 孩子们吃一只 行 就吃鸭子吧 邦斯的鸭子可是最好的 狐狸先生回答道 狐狸太太温情地看了看自己的先生 那你可要小心 哦 亲爱的 相信我 我在一英里之外 就能闻到那些蠢货的气味 我甚至能通过气味分辨出他们谁是谁 伯吉斯 他的身上散发出的是烂鸡皮的臭味 邦斯带着一身鹅干的臭气 而彼院呢 上上下下都被一股苹果酒的气味团团包围着 那简直就像是有毒气体 狐狸先生显然对自己很满意 狐狸太太说了 哦 是啊 不过千万不要大意啊 你知道他们三个是会在那等着你的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别为我担心 我爱你 咱们回头见 狐狸一边说着 一边准备要出门 不过 要是狐狸先生弄明白 此时此刻 那三个饲养肠肠主 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他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过分地自以为是了 他们三个就躲在洞穴的入口外面 每个人都蹲在一棵树的后面 手里端着上满了子弹的枪 除此之外 他们所处的位置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以确保他们的气味不会被风吹向狐狸的洞里 而是被吹向相反的方向 他们的气味是无法被狐狸闻出来的 山谷里有三个饲养厂 三个饲养厂的厂主 经营得不错 他们有很多的钱 可是他们都特别特别小气 而且心肠太坏 让他们拿出一点点东西来给别人 他们也会受不了 甚至会要发疯 为了抓住把饲养厂当做自己的粮仓的狐狸 他们正每人拿着一支枪守在狐狸的洞口 可是狐狸一家什么也不知道呢 狐狸先生现在正准备出门 真不知道他出了洞口会发生什么事情 狐狸先生正匍匐着身子 沿着黑暗的地道爬到了洞口 他把自己那张英俊的长脸伸到外面 在夜晚的空气当中 嗅了嗅 他每向前挪动一两英寸 就停下来 他又嗅了嗅 每当他从洞里走出来的时候 他总是特别的小心 他又向前移动了一点 现在他的前半个身子已经从洞里出来了 他那黑色的鼻子不停地向两侧吸动着 翻来覆去地嗅着地面 他要分辨出是否有危险的气味 可这次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正要奔向前方的树林时 忽然听到或者是感觉到了一点声音 那是轻微的沙沙声 好像是什么人在一堆柑树叶中轻轻地挪动了一下脚 狐狸先生的身子紧紧地贴着地面 一动不动 两只耳朵竖了起来 他等了好长的时间 但没有再听到什么声音了 哦 那一定是一只田鼠 或者是别的什么小动物吧 他自言自语地 他又向洞外爬出了一点 然后又爬出了一点 他现在差不多整个身子都露在外面了 他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看了最后一眼 树林里一片漆黑 静悄悄的 月亮在天空中的某个地方 闪闪发光 就在这时 他那双敏锐的在黑夜中也能看见东西的眼睛 突然看见离他不远的一棵树后面有个亮东西 那是月光照在某个表面光亮的东西上被反射出来的一个银色的小光斑 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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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三支枪管里发出的烟雾 在夜空中向上飘去 伯基斯 邦斯和比恩 从他们藏身的树后面出来 向洞口走去 我们打中他了吗 比恩说道 他们之中的一个人 用手电筒罩着洞口 在手电筒照到的一圈光亮中 看见了地上有一截血迹斑斑 残破不堪的狐狸尾巴 比恩把他捡了起来 我们得到了尾巴 却没逮着狐狸 他一边说着 一边把东西扔到一边 真该死 我们的枪开得太晚了 我们该在他一探头的时候就开枪 说话的是伯基斯 啊伙计 那样他就再也不会把头探出来了 邦斯显然不同意伯基斯的看法 比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酒瓶 他喝了一大口的苹果酒 然后他说 我看至少得用三天的时间 才会饿着他再出来 我可不想坐在这儿等他 咱们把他挖出来吧 哈哈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把他挖出来 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伯基斯话音刚落 邦斯又说到了 我估计 他们全家都住在那个洞里 那这次 我们可要走运了 伯基斯邦斯 我们去拿铁锹来吧 在狐狸洞里 狐狸太太正温柔地 为狐狸先生舔着尾巴的残根 一边使他止住血 他一边舔 一边说 哦 这可是方圆几英里 最漂亮的尾巴呀 哎呦 真疼啊 我知道你疼 亲爱的 但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而且 他们很快就会长出来的爸爸 小狐狸也在一旁安慰着爸爸 哎 我的尾巴 它再也长不出来了 我下半生 不会再有尾巴了 狐狸先生 看上去非常沮丧 这天晚上 狐狸一家没有东西吃 孩子们很快 便打起盹来 狐狸太太也睡着了 但是 狐狸先生 由于尾巴根的伤痛 怎么也睡不着 他暗自想着 哎 我看 自己竟然还活着 这就够幸运的了 现在 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洞口 我们必须尽快地搬家 不然的话 我们将永无宁日 哎 他敏捷地转过头去 好像听到什么声音 那是什么动静 他现在听到的声音 是一只狐狸 所能听到的最可怕的声音 那是铁锹 挖进土里的叉叉声 啊 快醒醒醒醒 我的太太 快醒醒 孩子们 快醒醒 他们要把咱们挖出去了 狐狸太太顿时就醒了 她坐起身来浑身发抖 你敢肯定是这么回事吗 绝对没错 你听 天哪 那他们会杀了我们的孩子们呢 我想他们办不到 可是亲爱的 他们会的 狐狸太太 啜泣着说 你知道 他们会的 铁锹在他们的头顶上 不停地挖着 发出了咯吱咯吱咯吱的声响 小石块和土链 开始从地道的顶上 往下落 他们会怎样杀死我们妈妈 其中的一个小狐狸问道 他吓得真大了 他那双又黑又圆的眼睛 那 那会有狗吗 狐狸先生 真没想到 自己今天的运气会这么差 刚出洞口就中担了 他因此而失去了方圆基因里最漂亮的尾巴 地面上的伯吉斯 邦斯和比恩 不肯就此放弃 他们要把狐狸洞给挖出来 这可怎么办呢 狐狸先生一家 陷入了恐惧 狐狸太太 开始哭起来了 他让四个孩子凑近自己 并紧紧地搂着他们 突然 他们的头顶上 咔嚓一声巨响 一个锋利的铁锹头 直穿洞顶 落了下来 看到这个可怕的东西 狐狸先生像是通了电似的 他跳起来喊道 有办法了 快点 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我怎么以前就没能想到呢 爸爸 爸爸你想到什么了 狐狸挖洞会比人挖得还快呢 快 狐狸先生一边大声说着 一边开始挖了起来 世界上谁也没有狐狸 挖洞挖得快呀 快 孩子们 为了逃命 狐狸先生用前爪挖了起来 挖下来的土 呼呼地向他身后飞去 狐狸太太跑上去 助他一臂之力 四个孩子也来帮忙 快 向下挖 向下挖 我们必须往深处挖 越深越好 地道 越来越长了 他以狠陡的坡度向下延伸 随着深度的增加 离地面 也越来越远了 狐狸妈妈 狐狸爸爸和所有的四个孩子都在一起挖着 他们的前腿飞快地运动着 让人都看不清楚 铁锹的咯吱咯吱声和咔嚓咔嚓声 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微弱了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狐狸先生停下来 不挖了 停下来吧 他说道 大家都停了下来 他们转过身去向后 看看自己刚刚挖过来的长长的地道 周围一片寂静 我看 咱们已经干完了 他们绝不会挖这么深的 亲爱的 孩子们 你们干得真好 狐狐狸一家都坐下来喘息着 狐狸太太对她的孩子们说 孩子们 你们可要知道 要不是你们的爸爸 我们现在 早就没命了 你们的爸爸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狐狸 狐狸先生 看了看自己的妻子 于是他笑了 他听见妻子说这样的话 他便 更喜欢他了 第二天早晨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伯基斯 邦斯和比恩 还在继续挖着 他们已经挖了一个很深的洞了 你简直都可以把一座房子放进去 但是 他们仍然没有挖到狐狸洞的尽头 他们一个个的筋疲力尽 他们气得要命 真该死 这是谁出的私物主意 伯基斯不耐烦地说道 哼 是比恩的主意 邦斯附和道 伯基斯和邦斯两个人 都瞪着比恩 比恩又喝了一大口苹果酒 然后把酒瓶子 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他没有把酒 递给他们俩喝 听着 他气愿地说 我要逮住那只狐狸 我打算抓住那只狐狸 不把他弄死 像一团肉似的挂在我的前门廊上 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是 我们这样挖是抓不着他的 这是肯定的 我已经挖够了 胖子 波基斯不耐烦了 大富翩翩的小矮个帮斯抬头看着比恩 那么 你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什么 我听不见你说的话 比恩从来都没洗过澡 他甚至连哪儿都没洗过 他的耳朵孔里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脏东西 这样他简直就是个笼子 嘿 大声说 他对邦斯说道 于是邦斯大声地喊道 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比恩用一根脏手指挠了挠后脖子 在那儿起了一个发痒的包 就这个活儿来说 我们需要机器 嗯 挖掘机 对 我们用挖掘机五分钟就能把他们挖出来 哎 嗯 对于波基斯和邦斯来说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于是他们两个只好接受了 那好吧 比恩开始负起责来 他说道 波基斯 你留在这儿 看着 别让狐狸跑了 帮斯和我去把我们的挖掘机开来 那狐狸要是设法跑出来 你就赶紧向他开枪 又高 又高又瘦的比恩走了 小矮个儿帮斯一路小跑的跟在他的后面 大胖子波基斯留在原地没动 他手里端着枪 对着狐狸的洞口 不久 两台前面带着机械铲的大型履带式挖掘机叮叮当当的开进了树林 比恩开着一台 帮斯开着另一台 两台挖掘机都是黑色的 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凶残的杀人怪兽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 那狐狸死定了 挖掘机开始工作了 从小山上大口大口的啃食着土壤 狐狸先生刚开始挖洞的那个位置的上方 有一棵大树 现在那棵树已经像一根火柴棍似的倒下了 碎石像四面八方飞溅 树木纷纷倒落 噪声震耳欲聋 狐狸们趴在地下的隧道里 倾听着上面叮叮当当和胖胖的响声 爸爸出什么事了 小狐狸们大叫道 他们在干什么 狐狸先生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或者说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啊 是不是地震了亲爱的 狐狸太太大声地问道 突然其中的一个小狐狸说 看我们的洞变短了 我能看见亮光了 他们都向四周望去 哦是的 现在洞口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 在远处的一圈光亮中 他们看见了那两台巨大的黑色挖掘机 好像他们就在自己的头顶上 挖掘机 啊 还有机械铲 快 再拼拼挖呀 挖呀 快 孩子们挖 孩子们 快挖呀 挖呀 了不起的狐狐狸先生 在危急的时刻 想到了解救一家的办法 要说啊 这还是那三个饲养场 场主的铁仙 给他的启发呢 要知道 狐狸本来就是挖洞高手啊 好吧 他想 你挖 我们也挖 看谁更厉害 狐狸一家就这样齐心合力的向更深的地底挖去 他们暂时摆脱了险情 他们为自己挖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 比过去的家又往地下深了很多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当然没能赶上他们 但是 他们能善罢甘休吗 现在 机器和狐狸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比赛 每当狐狸们取得一点进展 叮叮当当的响声 渐渐的减弱时 狐狸先生就会说 我们就要成功了 我敢肯定 但是随后不久 那机器就又会来到他们跟前 巨大的机械铲 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 越来越高 有一次 当其中一个机械铲 就在他们身后挖土的时候 他们真真真切切的看到了 看到了那锋利的金属铲的铲刃 狐狸先生气喘吁吁的说 别停下 亲爱的 别停下 不要灰心 我们有希望 狐狸一家继续挖着 机械铲这边 胖子伯吉斯冲着帮斯和比恩喊道 别停下 现在我们随时都能逮住他们 你看见他们了 还没有 但是我想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 伯吉斯大声的跟比恩说话 帮斯也喊道 我要用我的铲斗把它铲起来 我要把它剁成碎片 但是 直到吃午饭的时候 挖掘机仍然还在挖着 可怜的狐狸们也在拼命地干着 现在 小山 也被挖去了一大半 饲养场主 显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们都忘了吃午饭了 他们干得上了瘾 不忍罢手 喂 狐狸先生 我们这就要抓住你了 哈哈 帮斯从挖掘机上探出身子喊道 伯吉斯也嚷嚷道 你们再也没法偷鸡吃了 你们再也别想到我的饲养场去打主意了 三个人都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 瘦子 瘦子比恩和大副翩翩的小矮 个子帮斯像疯了似的开着挖掘机 他们夹足了马力 以极快的速度用机器铲挖着 胖子伯吉斯就像个苦行僧一样跳来跳去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加油 加油 加油 到下午五点 那座小山已经被他们挖平了 而且在原来小山的位置上还出现了一个大坑 挖掘机挖出的那个坑就像是一个火山口 哦 这可是一大奇观啊 周围村庄里的人成群结队地赶来观看 他们站在大坑的边上 盯着下面的伯吉斯 邦斯和彼恩 喂 伯吉斯 你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 我们在逮狐狸呢 你们一定是疯了吧 人们嘲讽着 大笑着 但是这反倒是三个四羊长主 比以前更加疯狂 更加倔强 更加坚定 他们不抓住狐狸 是绝不罢休的 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 比恩终于关闭了挖掘机的马达 从驾驶座上爬了下来 邦斯和他一样 也从挖掘机上爬了下来 两个人开了一天的挖掘机 累得浑身僵直 而且还鸡肠碌碌 他们向大坑底部的那个狐狐狸的小洞口慢慢地走去 比恩气得满脸发紫 邦斯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着 伯吉斯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这个该死的家伙 不要脸的臭狐狸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比恩说道 我要对你说的是 咱们不能罢手 咱们不能就这么让他跑掉 是的 咱们绝不能让他跑掉 邦斯也大声地叫道 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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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恩弯着身子冲着洞口喊道 你听见了吗 狐狸先生 现在还不算完呢 我们不把你像个小玩意儿一样挂起来吊死 我们绝不回家 于是 这三个人互相握着手郑重地发誓 不抓住狐狸就不回自己的饲养场 大夫翩翩的小矮个儿邦斯问道 嗯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比恩说 我们打算派你到洞里去把它弄出来 下去吧 你这可怜的小矮个儿 啊 我可不去 邦斯尖叫着跑了 比恩眉睛打彩地笑了笑 他这一笑啊 你就能看到他那星红色的牙银 而且看到的牙银部分比牙齿还要多 那么现在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 我们把它饿出来 我们昼夜在这儿肃营 看着这个洞口 到最后他会出来的 他肯定会出来 于是 伯吉斯 邦斯和比恩给山下的饲养场烧信去 让人把帐篷 睡袋和晚饭送来 那天晚上 三顶帐篷在小山上的大坑里支了起来 伯吉斯 邦斯和比恩一个人一顶帐篷 三顶帐篷环绕着狐狸的洞口 三个饲养场主坐在帐篷外吃着晚饭 伯吉斯吃的是三只布丁焖鸡 邦斯吃的是六个炸面圈 当然 里面都塞着那些令人恶心的鹅干糊糊 比恩喝的是两家轮的苹果酒 他们三个人都把枪随时放在身边 伯吉斯拿起一只热气腾腾的鸡 把它凑进狐狸的洞口 他喊道 嘿 你们能闻到这个吗 狐狸先生 美味的嫩鸡呀 你怎么不上来吃呢 浓郁的鸡味飘进地道 一直飘到狐狸们正蹲着的地方 其中一个小狐狸说 哦 爸爸 咱们不能悄悄地溜上去 从他的手里把鸡抢过来吗 那可不行 孩子 那正是他们想让你去做的 可是 可是我们饿了呀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弄到吃的东西呢 他们的妈妈没有回答 爸爸也没有说话 这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 狐狐狸一家和机器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比赛 三个饲养场场主轰隆隆地开了整整一天的挖掘机和机械铲 为了捉住狐狐狸 他们也是把好端端的一座小山给挖成了一个大坑 即便是这样 他们还是没有见着狐狸的影子 当然 狐狸们也不好过呀 为了逃命 他们饿着肚子拼命地往地下挖 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 就快饿得不行了 他们极其虚弱 狐狸宝宝问他们的爸爸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吃到东西呀 可怜的狐狸先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比饿更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保住性命 地面上伯基斯那几个家伙已经支起了帐篷 他们决定死守到底 夜幕降临的时候 邦斯和彼恩打开挖掘机上的两盏高强度的车灯 照着狐狸的洞口 彼恩说 现在 我们轮流守着 一个人守着 两个人睡觉 然后轮换 盯他一通宵 伯基斯说道 你要是狐狸挖一个穿山的洞 从另外一边跑出来可怎么办呢 你没想到这一点是吗 彼恩装着有仙剑之名的样子说 我当然想到了 那么 说下去 把答案告诉我们 要是狐狸挖一个穿山的洞 从另外一边跑出来 那该怎么办呢 彼恩从他的耳朵里挖出一小团黑黑的东西 并且用他的手指把这脏东西弹了出去 他问道 你的饲养厂里有多少干活的人 嗯 三十五个吧 波基斯回答道 帮斯也紧跟着说了一句 我有三十六个人呢 彼恩说 我有三十七个人 那么 这总共就是一百零八个人了 我们得命令他们把这座山围起来 每个人都要带一支枪和一个手电筒 那样 狐狸就逃不掉了 于是 饲养厂里接到了命令 那天晚上 由一百零八个人形成的包围圈 把山根围了起来 他们用棍棒 长枪 斧子 手枪 以及各种其他可怕的武器 把自己武装了起来 这样 就使得一只狐狸 甚至说任何一个其他的动物 都不可能从这座小山里逃出去了 第二天 他们继续守在那儿等待着 伯吉斯 邦斯和彼恩坐在凳子上 他们盯着狐狸的洞口 他们不怎么说话 只是把枪放在膝盖上 坐在那里 狐狸先生不时地向洞口的方向爬过去一点 他用鼻子嗅一嗅 然后便再爬回去 他对家人说 那几个家伙还在那儿呢 你能肯定吗 狐狸太太着急地问道 绝对肯定 狐狸先生说 我在一英里之外 就能闻出那个叫彼恩的人 他的身上臭疾了 这种坚守的游戏 持续了三天三夜 伯吉斯在第三天的时候问道 嗯 狐狸不吃饭 不喝水 他能活多长时间呢 彼恩对他说 现在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他很快就会饿得跑出来的 他一定会出来的 彼恩说得对 下面地道里的狐狸们 确实快要慢慢地饿死了 一个小狐狸说道 要是 咱们能喝上一小口水 就好了 哦 爸爸 你不能 做点什么吗 爸爸 咱们不能猛力一下冲出去吧 那样 咱们还有一点机会 不是吗 狐狸先生 另一声说道 根本没有机会 我是不会让你们到上面去面对那些冰冷的枪的 我宁可 让你们待在下面 平静地死去 狐狸先生 已经好长时间不说话了 他两眼紧闭 蹲在那儿一动不动 他甚至没听见别的狐狸在说些什么 狐狸太太知道 他正在竭尽全力 绞尽脑汁地思索着出去的办法 现在 当他看她的时候 他发现狐狸先生动了一下身子 缓缓地站了起来 他向后 看了看自己的妻子 眼睛里跳动着一点兴奋的火花 狐狸太太立即迎上去说 怎么了亲爱的 我 刚刚想到了一点主意 狐狸先生谨慎地说道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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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是什么主意 那你快说吧 亲爱的 快告诉我们 狐狸太太焦急地问道 嗯 狐狸先生 刚想说 可是他停下来 叹了口气 伤心地摇了摇头 他又蹲了下来 哎 那办法不好 那终归还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 爸爸 为什么不行 你还没说出来呢 因为 那就是说咱们还要继续挖洞 而咱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 谁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干下去了 可是 我们能行 爸爸 小狐狸们叫着跳起来 跑到他们附近的跟前 我们能干 我们能不能行 您就瞧着吧 您也能行的 狐狸先生看了看四个小狐狸 脸上露出了微笑 他暗想 我的孩子们多好啊 他们都快要饿死了 三天来 他们一口水都没有喝 但他们仍然没有垮下来 我一定不能让他们泄气 想到这儿他说道 孩子们 我想 也许真行 咱们还可以再试一试 小狐狸们 仿佛看见了希望 快说吧爸爸 叔叔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快说吧爸爸 狐狸太太缓缓地站起来 由于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 她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难受 她的身体非常的虚弱 我太抱歉了 但是我想我还能帮得上一点忙的 哦 亲爱的 你就待在那儿吧 狐狸先生说 我 和孩子们 就够了 狐狸先生指着地道的侧下方说道 孩子们 这一次 咱们要朝一个特殊的方向挖 她 于是她和她的四个孩子又开始挖了起来 现在的挖掘进度慢得多了 不过 他们鼓起了巨大的勇气 不停地挖着 地道开始一点一点的向前延伸 狐狸家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谁也没有足够的力气继续挖下去 地面上 为了防止狐狸们从另一个地方挖出洞来逃跑 伯基斯他们拍了一百多人包围了整座山 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拿着枪 对狐狸们来说 真的是走投无路 插尺难飞呀 该怎么办呢 能看着孩子们继续挨饿 并死去吗 狐狸爸爸又想出了一条可能的生路 他按下决心 试试吧 狐狸先生指着地道的侧下方说道 孩子们 这一次咱们要朝一个特殊的方向挖 其中的一个孩子问道 爸爸 我希望你告诉我们 咱们现在是朝着什么地方挖呀 狐狸先生说 我不敢说出来 因为我希望去的这个地方 那简直是太棒了 要是我对你们说了 你们会高兴的发疯的 另外呢 如果我们到不了那儿 这很有可能哦 那你们又会失望的要命 亲爱的孩子们 我不想让你们产生过多的希望 他们不停地挖了好长的时间 究竟有多长时间 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下面的地道里一团漆黑 没有白天 也没有夜晚 但是最后 狐狐狸先生命令停下来 他说道 我想 咱们最好悄悄地到上面去看看 弄清楚现在咱们到哪儿了 我知道要去的地方 但是我搞不准 咱们是不是到了那地方的附近了 狐狸们开始缓慢 疲惫地向地面方向的斜上方又开始挖 地道一点一点地向上延伸 突然 他们挖到了头顶上的某个硬东西 就再也无法向上挖了 狐狸先生走上前去查看这个硬东西 啊 是木头 木头板子 可是 那意味着什么呢爸爸 这就是说 要是我们没有大错特错的话 我们正好在某个人家的房子下面 狐狸先生更小声地说 现在我要看一下 千万别出声哦 狐狸先生小心地向上推起其中的一块地板 木板发出了可怕的吱嘎声 他们全都趴下了身子 等待着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可是 什么事儿也没有 于是 狐狸先生推起了第二块木板 接着他非常非常谨慎地 从空隙里探出脑袋 他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兴奋的尖叫 我成功了 他喊道 我第一次就成功了 我成功了 孩子们 你们知道吗 我们成功了 他一提身子 从地板的空隙里爬了上去 他开始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 快上来啊 孩子们 上来看看你们在哪儿 亲爱的 对一只恶狐狸来说 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 他们正在一个很大的棚舍里 整个地方 到处都是鸡 有上千只白色 棕色和黑色的鸡 哈哈 波吉斯的一号鸡舍 狐狸先生喊道 这正是我看准的地方 我正好挖到了它的中间 第一次就成功了 多神奇啊 而且我还可以说 那简直就是太巧妙了 小狐狸们也兴奋地要发疯 他们开始向各个方向奔去 追逐着那些蠢鸡 等一等 不要慌乱 孩子们 向后站 先安静一会儿 咱们一步一步的来 首先 我们都需要 喝一口水 他们都跑到了鸡的饮水槽那儿 添饮着清凉可口的水 随后 狐狸先生挑了三只最肥的母鸡 敏捷地用嘴巴咔嚓一咬 就立刻把他们咬死了 快 回地道里去 快走 别在这儿磨磨蹭蹭了 孩子们快跑吧 跑得越快 就越快地能吃上东西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地板的空隙里爬进地道 很快 又站在黑暗的地道里了 狐狸先生走上去 他把那块地板拉了下来 让它恢复原状 他做得非常仔细 以便不让人看出来 他们被移动过 然后 他把那三只肥母鸡 给了他的那四个小孩子中最大的一个 他说道 儿子 快跑回去 把这个带给你妈妈 告诉他准备一个宴会 跟他说 我们其余的几个 已安排好几件别的小事 马上就到 小狐狸带着那三只肥母鸡 以最快的速度沿着地道向回跑去 他们高兴得要命 等着瞧吧 妈妈看到这个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小狐狸不停地想着 妈妈看见这三只肥母鸡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不停地往前跑 他跑的路很远 可是他在路上一次也没有停 所以他很快地 就来到了狐狸太太的跟前 妈妈 妈妈 他气喘细细地喊道 快看呢妈妈 快看 快醒醒啊 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 狐狸太太由于没有吃东西 身体比以前更虚弱了 他睁开了一只眼睛 他看见了那些母鸡 他喃喃自语道 我这是在做梦吧 接着 就又闭上了眼睛 妈妈 你不是在做梦 妈妈 这是真的 是真的鸡 我们得救了 我们不会被饿死了 狐狸太太这才睁开双眼 他迅速地坐了起来 可是我亲爱的孩子 这 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是伯吉斯的一号鸡舍 小狐狸语无伦次地说道 我们把洞正好挖到了那儿的地板底下 你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多又大又肥的母鸡 还有爸爸说准备一个宴会 他说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狐狸太太看到吃的东西 自己似乎又增添了新的力量 是 一定要搞一个宴会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他说着 站起了身子 哦 孩子 你们的爸爸 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狐狸啊 快点吧孩子 把这些鸡的鸡毛拔掉 这时 了不起的狐狸先生 在地道里很远的地方说道 亲爱的孩子们 咱们接下来 再干一件事 这件事可就容易多了 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 再挖一条从这里通往那里的小地道 通往哪儿了爸爸 别问这么多 咱们开始挖吧 狐狸先生告别了虚弱的妻子 带着几个孩子朝另外一个特殊的方向继续挖 他们奇迹般的成功了 伯吉斯怎么也不能想到 他们死守的狐狸 现在正在他家的一号鸡舍 如果他能够知道的话 小朋友们 你们想想他会怎样 狐狸先生让大孩子把战利品带回到妈妈的面前 狐狸太太看到这一切感激地说 你们的爸爸真是个了不起的狐狸 他愉快地遵照丈夫的嘱咐去准备一个宴会了 狐狸先生和留下来的三个小狐狸快速地一直向前挖去 现在他们都非常兴奋 也不觉得累或者饿了 他们知道不久将有一个极为丰盛的宴会在等着他们回去享用 实际上对他们来说 没有比伯吉斯的鸡更好吃的东西了 每当想到这一点他们会高兴地笑起来 尤其让他们兴奋的是 那个肥胖的饲养厂主 这会儿正蹲在小山上等着他们饿死呢 可正是他送给了他们一顿美菜 可是他却对此全然不知 狐狸先生说 继续挖 没有多远了 忽然间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他们的上方传来 谁在那儿 狐狸们吓了一跳 他们迅速地抬起头来 看见地道顶端的一个小孔里 露出了一张又尖又长 黑色的毛茸茸的脸 欢 是欢 狐狸先生叫道 哦 我的老天哪 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伴儿了 狐狸 我已经转来转去挖了三天三夜了 我已搞不清楚自己 现在到底在哪儿 欢把洞顶的那个小孔扩大了一下 从顶上跳了下来 他站在了狐狸们的身旁 一只小欢也尾随其后跳了下来 欢激动地说道 你听说上面的小身上出了什么事儿吗 全乱套了 有一半的树林都不见了 整个乡下到处是带着枪的男人 我们大家都出不去了 甚至连夜里都不行 我们都得被饿死了 你说我们 我们指的是谁 狐狸先生赶忙问道 哎 所有我们这些挖洞的呗 就是我 燕鼠 还有兔子 以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甚至平时再小的洞都能钻得过去的幼鼠 这会儿也和他的太太和他的六个孩子躲在我的洞里呢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狐兄 我看 咱们都完了 狐狸先生看着自己的三个孩子 笑了笑 孩子们也冲他会议地笑了笑 我亲爱的老欢 让你们陷入困境 这都是我的错 我知道是你的错 并且那些饲养常主不抓住你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不幸的是 这意味着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欢愤怒地说着 山上的每一个动物都是一样 我看 我们就要完蛋了 他轻轻地说着 用一只爪子搂着他的小儿子 我可怜的妻子在上面 已经非常虚弱 一点儿也挖不动了 听到这儿 狐狸先生说 我妻子也是这样 不过这会儿 她正为我和孩子们准备一个美味可口的肥鸡宴呢 住口 别拿我开心了 我可受不了 欢叫道 小狐狸们大声地说道 这是真的 是真的 爸爸不是开玩笑 我们搞到了很多计 并且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因为我的错 我邀请你一起来赴宴 哦 我要邀请大家 你 燕鼠 兔子 幼鼠 以及你们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来赴宴 我可以向你保证 东西很多 大家呀 都有份儿 你说话算数 你 真的说话算数 欢大声地问道 狐狸先生凑起了欢 神秘的低语道 你知道我们刚才在哪里吗 在哪里呀 我们正好在伯基斯的一号机舍里 哦 不会 绝不会 真的是 真的 但是 那与我们正要去的地方相比 却算不了什么 我亲爱的欢 你来的正是时候 你可以帮着我们挖 与此同时 你的小儿子可以跑回去找欢太太和所有其他的动物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狐狸先生又转身对小欢说 你就对他们说 说狐狸要邀请他们来参加宴会 然后领着他们到这儿来 在顺着地道向回走 便能找到我的家了 好的狐狸先生 服从命令 先生 我马上就去 哦 先生 谢谢你 谢谢你 先生 随后 他快速地爬回地道顶的小孔里 不见了踪影 哎 我亲爱的狐兄 你的尾巴 到底怎么了 啊 欢突然发现了狐狸的尾巴没有了 拜托 可别提他了 这可是件痛苦的事儿 狐狐狸先生说的 他们正在挖一条新地道 大家都默默无言地挖着 欢可是一个挖洞高手 地道以极为惊人的速度向前延伸着 他们很快便蹲到了另外一处墓地板的下面 狐狸先生 鬼秘的咧嘴一笑 露出了他的白色牙齿 呵呵 要是我没搞错的话 我亲爱的欢兄 咱们现在 是在那个小矮个儿大肚子的肮脏鬼帮斯的饲养场下面 实际上 咱们正好位于这个饲养场最有趣的那部分的下面 是鸭子 鹅 小狐狸们一边舔着嘴唇 一边询问道 是吗 爸爸 是不是鲜嫩的鸭子和大肥鹅 是啊 你们说的一点也不错 可是 你怎么竟然知道我们会在什么地方呢 欢还是有点不理解 狐狸先生又咧嘴笑笑 露出了他更多的白色牙齿 哈哈哈哈 在这些饲养场的周围 我就是蒙着眼也迷不了路 对我来说 在地底下和在地上 都是一样熟门熟路的 他来到了高处 向上推起了一块木地板 然后又推起了一块 他从缝隙间把头探了出去 正是啊 他一边大叫着 一边窜上去进入了上面的房子里 我们又成功了 正打在点子上 正中靶心 快来看啊 你们快来看啊 欢和三只小狐狸迅速地跟着他爬了上去 他们停下来站在那儿 张大着嘴巴呆呆地看着 狐狐狐狐狸 狐狸先生和留下的三只小狐狸 继续快速地朝另外一个方向挖 路上遇上了欢 从欢那儿他们得知 整个小山已经乱套了 有一半的树林不见了 整个乡下都是带着枪的男人 很多的动物都不敢出来了 外面充满了危险 狐狸为自己连累了大家而感到内疚 同时他向朋友们保证 将会有一个宴会在等待着大家 他有理由这么说 我们知道他已经让孩子们带回去了几只鸡 而现在又成功地挖进了邦斯的饲养场 这一下他们又将多几只肥大的鹅 几只鲜嫩的鸭了 他们已经完全不知所措 话都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现在看到的正是狐狸所梦寐以求的 也是欢所梦寐以求的 是饥饿中的动物的天堂 我亲爱的欢兄 这是邦斯的大仓库啊 他最好的东西在送往市场前就都放在这儿了 狐狸先生断言道 这个大房间的四面墙上 排放着一些厨子和从地板直达天花板的货架 厨子里和货架上堆着成千上万只最好最肥脱了毛带烤的鸭子和鹅 并且上面的房梁上还悬挂着至少有上百只熏火腿和五十挂熏肉 先薄薄眼福吧 狐狸先生一边说着一边跳来跳去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是相当好吃的东西呢 突然间就好像他们腿中的弹簧松开了似的 三个小狐狸和饿极了的欢跳上去就朝那些美味的食物扑来 哎 慢着 住手 这是我要举行的宴会 所以拿什么要由我来挑选 狐狸先生一边命令道一边舔着到手的排骨 一边还有退了回来 狐狸先生开始在仓库里悄悄的来回躲着步 以一种专家的眼神审视着这些绚丽的陈列品 他的口水就像一根长丝似的从下巴的一侧流了出来 旋垂在空中 然后断落到地上 狐狸先生回过神来 我们一定不要干得太过分了 绝不能露出马脚 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来过这儿 咱们必须干得干净利索 只拿走一点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东西就行了 所以咱们开头就拿四只小肥鸭吧 他从架子上把东西拿了下来 哦 他们是多么飞美呀 难怪邦斯每次在市场上都能卖个好价钱呢 好吧 欢兄 帮我一把把他们拿下来 你们这些孩子也来帮帮忙吧 咱们到那边去 哦 我的老天 看看你们嘴里的口水 啊 现在 我想 咱们再拿点鹅吧 嗯 三只就足够了 咱们拿最大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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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国王的厨房里也不会看到这么肥美的鹅呀 哎 轻着点 就这样 对了 就这样 哎 我们再来几条上好的熏火腿怎么样 我可喜欢熏火腿 你呢 欢兄 啊 请你把那个梯子给我拿过来 狐狸先生爬上了梯子 他递下来三条巨大的火腿 欢兄 你喜欢熏猪肉吗 我当然喜欢了 我太喜欢熏猪肉了 欢一边大声说着 一边兴奋的手舞足蹈起来 哎 狐兄 咱们要不要再拿上一片熏猪肉 对 上面 上面那个大的 还有胡萝卜爸爸 三个小狐狸中最小的那个说道 那些胡萝卜 我们也再拿一点 别傻了孩子 你知道咱们从来都不吃那些东西的 不是给咱们吃的 爸爸 是给兔子吃的 他们只吃蔬菜啊 哦 我的天哪 你说的真对 真是个爱动脑筋的小家伙 来 我们拿上十数胡萝卜吧 所有的这些可爱的战利品 很快便在地板上整整齐齐的堆成了一堆 小狐狸们凑在一起 蹲在那儿鼻子不停的吸动着 他们的眼睛就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 狐狸先生说 现在咱们还得向咱们的朋友邦斯借一下那些有用的推车 啊 就是放在墙角那儿的那些 他和欢把推车弄了过来 于是鸭子 鹅 火腿和熏猪肉都被装到了推车上 推车很快就被从地板上的那个洞口里放了下去 动物们也尾随着推车滑进了洞里 狐狸先生回到洞里之后 又小心翼翼地把那几块地板拉下来放回了原处 他不要让人看出来他们曾经被人移动过 狐狸先生指着三个小狐狸中的两个说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各推一辆车 尽快地跑回到你们的母亲那儿 替我想到问好 告诉他我们有客人要来吃饭 客人有欢 燕鼠 兔子和幼鼠 跟他说我们剩下的这几个一干完另外一件小事儿 马上就回家 是的爸爸 马上就去爸爸再见 他们答应道 然后各自抓过一辆手推车沿着地道飞奔而去 好了 欢兄 咱们再去个地方看看 爸爸 我敢打赌 那个地方在哪儿 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小狐狸说道 它是所有小狐狸当中最小的一个 那是哪儿啊孩子 欢问道 嗯 我们已经去过了伯吉斯那儿 也去过邦斯那儿 我们还没有去过比恩那儿呢 那地方一定是比恩那儿 对吗 爸爸我说对了吗 你说对了 可是 你不知道我们将要拜访的是比恩那儿的哪一部分吧 那是哪一部分呢 哪一部分呢 他们两个一起问道 啊 你们啊 就等着瞧吧 他 他们边弹边挖 地道很快再向前延伸 欢突然说道 狐兄 你一点儿也不为此感到担心吗 担心 你是说担心 我为什么要担心 嗯 所有这 这些偷窃行为 狐狸先生停下来不挖了 他的双眼 凝视着欢 好像他完全傻了似的 他说 我亲爱的长毛老郭董 你知道全世界有谁在他的孩子快要饿死的时候 也不去想个办法弄几只鸡 欢在沉思的时候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狐狸先生和欢真的来到了邦斯的大库房 他们惊呆了 那种兴奋的心情简直是棒极了 用他的话来说 我的老天 你在国王的厨房里也不会看到比这些还好的鹅 随后呢 他们取下了一些食物 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多很丰盛了 而这些仅仅是大仓库里的一点点 狐狸是很有分寸的 他吩咐 我们一定不要干的太过分了 对了 值得一提的是 小狐狸还不忘帮兔子带回去一些胡萝卜 这让我们更喜欢他们了 他们的心里不仅仅装着自己 还装着朋友们呢 欢兄 你简直太令人尊敬了 令人尊敬 也没有什么错啊 可是你看 波基斯帮斯和比恩正在外面要杀死我们 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 我明白 狐狸 这点我确实明白 可是 我们并不是要坏到像他们那样的程度 我们并不是要把他们杀死 对 我们的确不希望那样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过要那样 我们只是从他们那儿拿点食物 一边让我们和我们的全家活下去 不是吗 我想我们是迫不得已的 如果他们想那样残忍 那就随他们的便吧 狐狸先生说道 我们在这下面 可是宽容的和平爱好者 欢把头歪向一侧 冲狐狸先生微笑道 狐狸 我喜欢你 谢谢 那咱们就再继续挖吧 五分钟之后 欢的前爪碰到了某个平平的硬东西 诶 这到底是什么 看上去像是坚硬的石头墙 他和狐狸先生把土扒到一边去 那是一堵墙 但是是用砖砌成的 而不是用石头砌的 这堵墙就在他们的正前方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真奇怪 究竟是谁会在地底下建一道墙呢 很简单啊欢兄 这是一道地下室的墙 要是我们没有搞错的话 它就是我要找到的东西 狐狸先生 狐狸先生仔细地审视了一下这堵墙 他看到了砖缝里的水泥已经沉旧并且碎裂了 于是他没费多大劲便松动一块砖并把它抽了出来 突然从抽掉的那块砖所形成的小洞里呼的一下露出了一张 长着胡须的肩瘦的小脸 并传出了怒气冲冲的说话声 走开你们不能到我这来 这是我的地盘 天哪是老鼠 狐狸先生也看见了老鼠 嘿 你这粗鲁的家伙 我该猜到会在这下面的什么地方发现你的 可是老鼠并不管他们说什么继续尖叫道 走开 快点滚开 这是我的私人地盘 住口 狐狸先生说道 我骗不住口 滚 这是我的地方 是我先到这来的 狐狸先生满面笑容 他的白色的牙齿闪闪发亮 我亲爱的老鼠 我可是个饿坏了的家伙 你要是不赶快走开 我会一口把你吞下去的 显然这话起了作用 老鼠嗖的一声飞快的向后跑去 不见了踪影 狐狸先生大笑起来 并开始从墙上抽出更多的砖 当他从墙上掏出一个比较大的洞的时候 他从洞里爬了过去 欢和那只最小的狐狸也跟在他的后面钻了进去 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宽敞 潮湿而又阴暗的地窖里 狐狸先生大声地说 正是他呀 这是什么地方 这地方什么也没有啊 是啊 爸爸 火鸡在哪儿呢 我想 比恩他是个养火鸡的人啊 他是个养火鸡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来找火鸡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吃的东西了 不是嘛 我们有肥鸭 还有肥鹅 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爸爸 好好的四处瞧瞧 你就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让你感兴趣吗 狐狸先生说道 欢和最小的狐狸像半明半暗的地方窥视着 当他们的眼睛对黑暗习惯了的时候 他们开始看到 岩墙的架子上放着一大批像是大玻璃罐子似的东西 他们走进几步 哎 果然是罐子 有好几百个呢吧 每个罐子上面都写着 苹果酒 最小的狐狸一跳老高 哦 爸爸 看啊 看我们找到什么 是苹果酒啊 一点不错啊 孩子 哦 真是妙不可言 狐兄 狐狸先生接着说 这就是Bian的秘密苹果酒窖 但是我们要小心行事 哦 亲爱的 别弄出声音 这个酒窖就在饲养厂厂房的下面 欢说道 嗯 苹果酒对欢是特别好的 嗯 我们把它当药用 一日三餐 一次一大杯 另外睡觉的时候也再来上一杯 欢兄 不仅是你们喜欢苹果酒啊 有了苹果酒 它将使我们的沿袭成为盛大的宴会 他们正说着话的时候 最小的狐狸已悄悄地从架子上搬下了一罐 喝了一大口 啊 啊 真好喝 你一定知道 这可不是从商店里买的那种普通的低度苹果汽酒 这可是真家伙 是佳酿的烈性饮品 会让你的嗓子冒火肚子里开锅 啊 啊 这苹果酒真好喝 最小的狐狸还在气喘吁吁的边喝边说 好了孩子 喝的够多了 狐狸先生说着一把夺过罐子 把它放在了自己的嘴唇上 他喝了一大口 嘖 真是妙极了 他一边吃力地喘息着 一边又悄声地说道 不可思议 哦 太美了 诶 我说 该轮到我了吧 苹果酒对欢是特别好的 欢一边说着 一边接过了罐子 把他的头向后仰着 苹果酒咕嘟咕嘟地流进了他的嗓子眼里 嗯 呃 就像 就像融化的金子 他喘息地说道 哦 狐狸 这就像 引用 阳光 和彩虹啊 那些美味被小狐狐狸们陆续带回去 可是狐狸先生并没有停下来 既然要请所有的动物来赴宴 那就得把宴会弄得更像样点 这次啊 他们要到彼恩的酒窖里弄一点酒 此话说 无酒不成席嘛 不过呀 这次进行得好像不那么顺利 酒窖里有一只自私的老鼠 差点啊 坏了好事 不过 又有什么事能拦住狐狸爸爸呢 他们快乐地享受着美味的苹果酒 老鼠看到这一切 它生气了 哼 你们再偷酒喝 马上把它放下 你们都快给我喝光了 一旁老鼠尖叫道 老鼠躲在酒窖里最高的那个架子上 从一个大罐子的后面向外窥视着 有一根小橡皮管插在罐子的口里 老鼠正在用这根罐子吸酒喝呢 我说 你喝醉了吧 老鼠 哼 首管先生 你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大笨蛋 要是来这儿弄得一团糟 我们都得被抓住 滚开 让我们自己安安静静地在这儿喝点苹果酒好吗 就在这时 他们听见上面房子里一个女人的喊声 雷伯尔快去拿苹果酒来 那声音喊道 你知道 鼻炎先生是不喜欢等个没完的 尤其是他在帐篷里过了整整一夜的时候 这几个动物们都吓呆了 他们一丝不动地站着 他们的耳朵竖起来 身子紧绷绷的 随后 他们听到了一扇门被打开的声音 那扇门位于房子通往地下室的石头台阶的顶端 现在有人正开始走下那些台阶 快 快 快躲起来 狐狸先生和欢以及最小的狐狸跳上了一个货架 他们蹲在一排盛满苹果酒的大罐子后面 他们绕过罐子窥视着 他们看到了一个大块头的女人来到了地下室里 在走到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 那个女人迟疑了一下 向左右看了看 然后她便直奔狐狸先生和欢以及那最小的狐狸藏身的地方 她就在他们的前面停了下来 她和他们之间紧紧隔了一排苹果酒罐子 她离他们是那么近 以至于狐狸先生都可以听得见她喘息的声音 狐狸先生从瓶子之间的空隙里悄悄地看去 她注意到 那个女人手里正拿着一根大杆面杖 彼院太太 她这次想要多少啊 那女人喊道 于是从楼梯的顶端传来了另外一个声音 拿上来两三罐 可是她昨天喝了四罐彼院太太 是的 可是她今天要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她在那上面待不了几个小时了 她说 那狐狸今天早晨一准会出来的 因为她不可能再在洞里饿一天了 地下室里的那个女人伸手从架子上拿了一罐苹果酒 她拿的那罐酒与狐狸先生藏身的地方 仅仅隔着一个罐子 哼 要是把那些讨厌的东西杀死掉在走廊里我才高兴呢 诶 顺便说一声 彼院太太 你丈夫答应过把那尾巴当纪念品送给我的 那条尾巴已经被打烂了 你还不知道吗 你是说那尾巴已经给毁了吗 当然 当然给毁了呀 他们打中了那条尾巴 可是没打中那只狐狸 哦 真贱鬼 我还真是很想要那狐狸尾巴呢 啊 梅布尔 你可以要那个头来代替尾巴呀 你可以让人帮你把它填充起来挂在你卧室的墙上 现在 快点把苹果酒拿上来吧 好的夫人来了 大块头女人说着 他从架子上拿下了第二个罐子 狐狸先生暗想 要是他再拿一罐 他就会看见我们了 他可以感觉到 最小的狐狸那紧紧的贴着他的身体 正由于激动而颤抖着 两罐够吗 彼院太太 要么 我再拿上一罐 啊 我的老天 梅布尔 我可不管那些 只要你动作快一点就行 那就拿两罐吧 反正他喝的也太多了 他一手提一支酒罐 把那根擀面杖夹在一个胳膊的下面 向地下室的另一端走去 他在楼梯跟前停了一下 一面向四面打亮着 他嗅了嗅空中的气味 这儿又有老鼠了 彼院太太 我闻得住他们的气味 那就毒死他们 要毒死他们 你知道毒药放在哪儿吗 是的 太太 我知道 梅布尔缓缓地爬上了楼梯 在台阶上隐去了身影 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了 快 现在我们各自拿一罐酒 快跑 老鼠站在高高的架子上尖声地叫道 我给你们说什么来着 你们差一点被抓住不是吗 你们把这件事搞砸了 从现在起你们不许再到这儿来 我不准你们接近这儿 这是我的地方 可是老鼠 你会被毒死的 胡说 我坐在这上面看着它下毒药 它们永远也甭想逮着我 狐狸先生 欢和最小的狐狸 各自抓着一罐一家伦中的苹果酒 从地下室的一端跑向另一端 那么再见了老鼠 为这美妙的苹果酒 我们谢谢你 它们一边大声地喊叫 一边钻进了墙上的那个洞里 不见了踪影 贼 讲道 扑贼 借贼 老鼠还在拼命地尖叫着 狐狐狐狸先生 他们回到地道以后 稍微停了一下 一边狐狸先生把墙上的那个洞 用砖堵上 他一边把砖放回原处 一边自言自语地横横着 我还会尝到这些美味的苹果酒的 那个老鼠是个多么卑鄙的家伙呀 他太没有礼貌了 所有的老鼠都没有礼貌 我还从来没有遇过一只懂礼貌的老鼠呢 而且它喝的也太多了 好 不管它了 现在我们回家吧 回家 赴宴 狐狸先生说着把最后一块砖放好了 他们拿起苹果酒罐子上了路 狐狸先生走在最前面 最小的狐狸排第二 欢 走在最后 他们沿着地道飞快的前行 他们经过了通向邦斯的大仓库的转弯处 他们又经过了伯吉斯的一号机房 然后又走过了长长的一段路 他们知道 狐狸太太正在这段路通向的那个地方 等着他们呢 好险啊 正当狐狸先生他们享受胜利的果实时 彼恩的妻子和佣人来到了酒窖 好 从他们的谈话中 狐狸先生知道了 伯吉斯 邦斯和比恩那几个家伙 仍旧在他们的帐篷那儿哭哭等待着他呢 他心里正可笑他们的愚蠢 可那走过来的佣人 在他藏身的酒桶边拿走了两罐酒 如果他再多拿一桶的话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一切都将败露 好在那个佣人不多不少 正好拿了两罐 在第三罐前停下了手 跟上 亲爱的 我们很快就要到家了 想一想在另一桶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吧 再想一想我们带回家去的这些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吧 这一下呀 可该让可怜的狐狸夫人 还有我的孩子们 哦 还有欢的太太 还有其他的朋友们 高兴了 狐狸先生一边跑 一边唱起了小曲 我又一次飞快地溜回家 回到我美丽的新娘身旁 当他一喝下这些苹果酒 他会精神振奋 身心舒畅 欢也跟着唱起来 哦 可怜的欢夫人 她鸡肠碌碌 气息奄奄 我只要喝下这些苹果酒 她将会毒味饱满 精神甜 她们边唱着歌 边拐过了最后一个弯 突然之间 一个最最美妙 而且令人吃惊的场景 展现在她们的眼前 宴会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从地底下挖成了很大的餐厅 餐厅的正中央摆着一个大餐桌 围着餐桌坐着的至少有二十九个动物 它们是狐狸太太和三只狐狸 欢太太和三只小欢 燕鼠 燕鼠太太和四只小燕鼠 兔子 兔子太太和五只小兔子 还有幼鼠 幼鼠太太和六只小幼鼠 桌子上摆满了鸡 鸭 鹅 火腿和熏肉 大家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些美味的食物 狐狸太太看见自己的丈夫回来了 啊 我亲爱的 我们等不及了 请原谅 她一边喊着 一边跳起来拥抱着狐狸先生 然后她又拥抱了那只最小的狐狸 欢太太拥抱了欢 大家又互相拥抱了一番 盛着苹果酒的大罐子 在一片欢快的喊声中被放到了桌子上 狐狸先生 欢和最小的狐狸和大家一起坐下来 你一定记得 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好几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 他们都饿坏了 所以这会儿他们一句话都没有 在动物们向鲜美的食物发起攻击的时候 只听见咯吱咯吱和呱唧呱唧的咀嚼声 最后欢站了起来 她举起酒杯大声地说 干杯 我想让你们都站起来 为我们这位亲爱的朋友狐狸先生干上一杯 因为正是他救了我们的性命啊 为狐狸先生干杯 为狐狸先生干杯 祝他长寿 随后 大家都站了起来 举起酒杯大声地喊道 随后 狐狸太太羞涩地站了起来 我不想在这儿演讲 我只是想说一句话 那就是 我丈夫是一个了不起的狐狸 大家都鼓掌欢呼了起来 接着狐狸先生也站了起来 这美味的食物 她没想到她一开口说话就停下来了 因为她打了一个很大的嗝 大家都拍着手大笑起来 可狐狸先生还接着说 哦 朋友们 朋友们 这美味的食物 是伯杰斯 巴斯和比恩三位先生款待我们的 我希望你们会像我一样喜欢他们 接着她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嗝 欢说道 狐狸 有气还是吐出来的好啊 谢谢你 欢兄 不过 我的朋友们 咱们现在严肃一点 咱们还是想一想明天 后天 以及以后的事儿吧 如果我们出去的话 我们将会被杀死 对吗 对 大家大声地回答 欢要说 我们跑不了一马远 就会被枪打死的 是啊 一点不错 可是 我要来问问你们 又有谁想要出去呢 我们大家每一个都是挖掘高手 我们痛恨外面 外面到处都是敌人 我们之所以要出去 是因为迫不得已 是因为我们要为家人找到吃的东西 可是现在 朋友们 我们有了一套全新的设施 我们有了一条通往三个仓库的安全通道 那可是世界上最精美的仓库啊 确实如此 我都看到了 欢赶忙解释道 狐狸先生接着说 你们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 咱们谁也用不着再到外面露天的地方去了 桌子四周响起了一阵兴奋的嗡嗡声 狐狸先生接着又说 我邀请你们大家都留在这儿 我们永远在一起 大家大声喊道 永远在一起 我的天哪 简直太棒了 于是 兔子对兔子太太说 我亲爱的 你想想 咱们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挨枪子了 狐狸先生说 我们要建造一座地下的小村庄 里面有街道 街道两旁是房屋 欢 燕鼠 兔子 幼鼠和狐狸每家都有自己的房子 我每天都要为你们大家去采购 咱们每天都要像国王一样吃饭 这番讲话之后的欢呼声 持续了好长的时间啊 一场虚惊之后 几个挖洞能手带着苹果酒回到了家 狐狸先生和狐狸太太重逢了 欢先生和欢太太重逢了 那些被请来的动物们都来了 兔子 燕鼠 幼鼠 他们高兴地坐在大餐桌旁 就等着狐狸先生他们回来呢 在一片欢呼声中 好几天没吃东西的动物们开怀畅饮 大口吹着香吞吞的食物 当然啦 大家是不会忘记 为了不起的狐狸咖啡祝他长寿的 不过 狐狸先生最爱听的 是他太太说的那句话 我丈夫是个了不起的狐狸 盛大的宴会过后 动物们又将开始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哦对了 那几个人呢 伯吉斯 邦斯和彼恩呢 在狐狸洞外 伯吉斯 邦斯和彼恩 坐在他们的帐篷旁边 把枪搁在膝盖上 天开始下雨了 雨水顺着这三个人的脖子流进去 一直灌进了他们的鞋子里 现在 他不会在下面再待多长时间了吧 啊去 说话和打喷嚏的是伯吉斯 这畜生肯定饿坏了 帮斯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 说的对 帕恩说道 他随时都会被冲出来 一定要把枪拿好 他们坐在洞的旁边 等着狐狸出来 雨越下越大 可他们仍旧在那等着 就我所知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在那儿 等着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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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